在这个信息爆炸 观点纷飞的时代 我们常常陷入思维的误区 这本思辨与立场将带领我们走出思维的迷雾 首先 什么是真正的批判性思维 很多人会认为批判性思维是不要轻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和观点 当别人说一个是的时候要批判性的去接受和反思 然后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杠精到处找别人的缺点和毛病 真正的批判性思维是批判和反思自己的想法 所以它是针对我们自身的 是要经常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反思一下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批判性思维 我们的大脑其实是偷懒的 批判性思维本身是很难的 所以很多人会不假思索的从众 这就造成了自己成为一波又一波的韭菜 这句话很扎心 但是大家扪心自问是不是事实就发生在自己身上 如今网络上各种各样的帖子 用各种标题挡来博人眼球 比如最近非常流行的晒背 说是向天借阳 让阳气赶走背部的湿气 然后推销一个肚脐贴 要配合这个产品一起使用 一个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 就会去思考这里面是否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有没有真实依据来证明是否真的有效 不然就会被人各种割韭菜 然后被人传销去买各种东西 书里提到批判性思维有多个特点 一 认知谦逊 要承认自己无知才有进步可能 与之对立的就是自负 二 认知勇气 要敢于挑战自己的信念 能换位思考拥抱对立观点 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三 认知一致 很多人对自己一套标准 对别人一套标准 对自己的要求很放松 对别人要求很严格 认知一致就是对自己和他人持有相同的标准 四 认知坚毅 就是在面对学习的复杂性 和面对沮丧感时不放弃 五 思维自主 就是成为独立的思考者 而不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么我们该如何提高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呢 其实只要碰到事情的时候 问自己这些问题就行了 比如你能详细阐述 或者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这有助于问题的清晰性 在面对事情的准确性时 可以问我们能如何澄清或者检验那些事 然后还可以提出 你能否给我进一步的细节来保证问题的精确性 另外还需要探讨问题的深度 比如是什么因素让这些变成了一个难题 不要只看表面现象 要想到深度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考虑问题是否具有关联性 比如那些事情跟这个问题如何关联在一起 还要保证逻辑性 重要性和公平性 比如 所有这些放在一起讲得通吗 这是需要考虑最重要的问题吗 在这个情境中我的思维公正吗 最后拉开自己的广度 多去想想过去 现在和未来 比如问问自己 我们是否需要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它 这个问题清单会对我们提高思维的批判性 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当你跟别人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慢下来 不需要那么着急的回应 按照这个清单一个一个的捋一下 就能够看到这个问题应该朝哪个方向去讨论 如果遇到是自己错了的情况就承认 我们的非理性来源于自我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 什么是自我中心主义呢 就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 做任何事考虑问题都是从我的角度出发 自我中心主义又分为成功的和失败的 一个人如果是成功的自我中心主义 他就会让自己谋得更多的利益 让自己变得很棒 成为了很牛的人 或者是大领导有钱人之类的 然后就不考虑别人 变得会很伪善 比如捐钱做好事 但他内心当中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让自己获得更高的收益 然后可能会有一个比他更狠的人推翻他 然后成为一个更厉害的自我中心主义者 如果是失败的自我中心主义 最大的特点是顾影自怜 觉得自己真倒霉 怀才不遇什么的 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他永远都是自己只能沾光 不能够吃亏 所以生意也做不大 社会中心主义更难防备 他是无意识的 我们的民族地域文化是造成社会中心主义的一个基石 书里举了个严重的例子 约旦有一个女孩结了婚以后离婚了 后来跟另一个男的又结婚离婚 第一次跟他离婚的那个男的就对亲家的人说 他不但不信使而且还离婚离家出走 他是你们家的耻辱 结果这个女孩的弟弟找到他把他给杀了 面对媒体的采访他说 我们家现在终于可以抬头做人了 所以社会中心主义有多么的压迫 把自己的亲姐姐杀死 原因仅仅是他离婚了 这个就违背了他们的文化 所以社会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 对人和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有一个方法叫做道德推理 就是你需要从道德的原则出发来思考问题 就这个是该不该做 我们应该公平的从道德的角度出发思考 孔子的一句话涵盖了一切 也就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才是符合道德的 那么批判性思维对人生和世界有什么意义呢 前面提到的自我中心主义是每个人都具有的非理性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习惯于做任何事 考虑问题都是从我的角度出发 批判性思维的最高境界是无我 如果你能做到这个境界 那你就是孔子 佛陀 柏拉图了 就是你不为自己的私利去争取 你就没有那么多的痛苦 当你看别人痛苦的时候 你会觉得过一会就好了 但如果这个痛苦发生在你身上 你就放大的不得了 觉得自己被人欺负了我受不了 原因就是自我中心主义所带来的痛苦 如果我们能够把自我中心主义减少 不要说全部没有 就算是减弱一点点 你都会幸福很多 此外 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批判性思维 例如日心说 推翻地心说 进化论推翻了神创论 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 这都是批判性思维造成的结果 如果人类缺乏批判性思维 就不知道这是到底是对还是错 到底该支持还是该反对 无略的部分铁粉很喜欢听无略讲的书 认为这些都是对的 那就大错特错了 那无略讲书就白讲了 我们见到任何观点和知识点的时候 都要用批判性的思维去看待 任何观点在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人上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没有一本书的观点是100%对的 这本思辨与立场是无略思维体系里 非常重要的环节 其他的书大家看过可能就忘记 但是这本书 无略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最后用书里的一句话 结束今天的阅读 如果你在生活中 有任何时候感受到了负面情绪 请相信我 一定是因为你的思维方式出现了问题 下一集我们读风乳肥臀 这是一本献给全天下所有母亲的书